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身上果然有着奇特的体质 在使火上说不清 大半年不晒合照 一出现必然是惊人的节奏 说的是顶流王一博 红色真的很红 火爆流行 这是我对顶流的认知 但在王一博这里 不是想象中的 而是越来越强烈 曾经大家都知道王一博的带货能力很强 但没想到他在哪里就是关注度 就连他走过的地方 都会变成香菠菠 没错 王一博在端午节打卡杭州西西师弟公园 从此大晚上 人家西西师弟官方微博主动任领 没想到第二天就引来人卡 冒着雨去一趟 这疯狂的程度 再告诉我们 王一博的人气确实很高啊 你以为打卡的地方会流行起来 谁增想 如今的背景其实已经不是竹林 池塘 而是王一博拍的十台版 厉害了 这块石盘居然成了承载所有爱王一博的粉丝最上镜的存在 总感觉王一博身上有一种搞笑的成分 看似严肃 总是被大家在一顿饭中收拾好节奏 朝着喜剧的方向走 四番出场后 王一博pose火了 各种神P图随处可见 粉丝们对待王一博 原来不是嘴巴那么有爱 有点大话 而是哪里需要动哪里的节奏 王一博知道真相后 估计是一脸茫然 真的很想说 从王一博粉丝这里 感受出来的全是幽默细胞人格 一副严肃认真的样子 内心沙雕loser气息很浓 实际情况是 实际喜欢他的人 内外反差应该也蛮大的 这一次王一博火了一把 猛然意识到王一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和我们看到的不一样 即使他沉沦 也掩盖不了自己的火辣 反而更容易反转对比 更值得关注 毕竟顶流不是单纯的火爆 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所有人的监督 都说顶流不容易 是的 到了王一博顶流的程度 确实是一种说不出的心痛 让大众都巴巴干净 基本上把裤子的底子都给爬出来给你 你说这是好是坏 这也是为什么王一博现在选择低调 一场接一场 宁愿全副武装 不让露脸的拟得到半张照片 我不止一次说过 喜欢他的人和不喜欢他的人一样多 因为粉丝的过度热情 导致太多人不为人知的变香厌恶 这也是我一直奉劝各位追星的粉 一定要懂得适度 自己的热情过度 却容易招来是非 你的极端行为 是对互惠的极端对待所带来的 王一博 一个被爱被羡慕的人 一个被人羡慕又充满正能量的人 一 王一博活成了大多数人想要的样子 娱乐圈 名声在外 大气晚成的人大多活得比常人伤心 甚至受苦 王一博的成名是靠一点点运气 不过这是基于他是一个早有准备的人 遇到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而这个运气却是喜忧参半 大老师说 王一博火了之后 很多人都很羡慕 因为看到他活成了大多数人想要的样子 有他们自己的杰作 做自己喜欢的事 有可靠的资源 但更重要的是 他们有很好的技能 但仍然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最适合演艺圈的艺人是运动员 还是小众运动 这个更亮眼 不仅有观赏性 更有魅力 更重要的是 文化和体育一样 有着积极向上的生活状态 王一博喜欢街舞 滑板 摩托等项目 做娱乐圈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火了之后 让自己的翅膀更加饱满有力 让大众眼前一亮 二 让人讨厌正能量 为什么会用这个词 感谢王一博的热搜身材 他是一个特别神奇的存在 喜欢他的人有多少 讨厌他的人就有多少 仇恨背后的本质是 极度和自卑 这就是王一博厉害的地方 而现在火了之后 按理说这个很有个性的艺人 却没有走人道 延续自己的独特风格 而是选择了正统路线 这个选择太让人意外了 娱乐圈变化太快了 能大火 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王一博就是其中之一 不过后来他选择这条正统路线 却透露出几分道理和智慧 顶流的热量和流量 绝对不容小区 他让现今流变成了正能量 让输出流回到正确的地方 这需要扎根于正确的地方 作为一个爱豆出身 总是有争议的话题 再加上一个小鲜肉 自然是招惹是非 走正能量路线 无疑是摆脱束缚和智固 带来的流量标签的最快方式 王一博的粉丝毕竟是年轻的霸主 他走得太积极路线 有点吃亏 因为需要的是自律收敛 减少热度 多放弃一点 纵观现在的王一博 曝光率降低 各种出镜都不再是爱豆戏 无疑导致了一些颜值脱粉 反而提升了路边的口碑 有让有让 总体来说这给予一点智慧 更重要的是 黑粉没办法走 走正统路线 自然下流 没有更多的批评 不能说哪里不好 就是找不到黑料来制造话题 能在娱乐圈走积极道路的艺人 靠的显然不是流量 更多的是靠实力和努力说话 这种自然是眼红 毕竟 如今的娱乐环境在变化 中华文化的传播需要演艺界和参与者的共同努力 回归主旋律 信息飞速发展 我们每个人都越来越清醒 至少不在娱乐圈第一 不再被割韭菜 不容易被迷惑 扭曲的价值观会慢慢被纠正 娱乐圈需要更多正能量的艺人来发挥良好的主导力量 王一博这种影响 加班到头来其实是一块石头 打完一针王一博一直在结识 应该不是下午茶吧 王一博一直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他很自律 摩托车就是要他照顾好自己 端午节 王一博一张生活照上热搜 5小时3.4亿阅读 元数7万 哇 6月3日王一博只配一张册照 美国世界趋之若鹜 这个真的厉害 美国比世界都难上 王一博海外人气真火阿赞 摩托车也太低调了 杭州西西师弟官方博客 迅速抓住了这个大好宣传机会 公司官博不仅转发了王一博的背影 还在官方微博上大方宣称了石头的位置 莲花滩灌鸟区 官方引导后 滑板车迅速靠近西西师弟 在小雨中带领一波路过的游客 在石头前排起了长队 站在石板上 跟王一博一模一样的姿势 冷冷的侧身露出半张脸 场面一度十分搞笑 而不能去的网友们也有此行程的打算 为节日增添了欢乐的气氛 只是可惜了石盘子 虽然出了名的圈子 但是天要降下来 大夜大夜 任重道远 其实从另一个方面也可以看出 虽然王一博工作忙碌 但他并没有被明星光环所束缚 工作 但一直都有自己的生活 他并不孤单 一张郊游照片让这块小小的石板 成为了聚光灯下的焦点 成为了网友们的热门目的地 这不再只是一张照片 而是粉丝对王一博的想法 也是王一博社会影响力的有力证明 不是不想做生意 是一博在忙 团进团出团 出团又进团 不停地拍 一个接一个 就等着住在电影院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谢谢大家 再见